正所謂路見生蠔拔刀相助 之前有人組團去到丹麥化解當地的一場生蠔大災難 其實大家這麼喜歡吃蠔 又不一定要飛去外國 想蠔飲蠔食 跟著我就有好介紹 今次不是帶大家去吃丹麥蠔 而是吃日本廣島蠔 中環和安里一間餐廳 近期引進了這款時令當做的海鮮 還以不同的方法去處理 務求餵食一族體驗到最高層次的味覺享受 第一款就是菊 這是芝士白汁菠菜焗蠔 裡面還混合了荷蘭醬和車打芝士 這個味道挺有趣 因為其實白汁芝士加菠菜 我們有時吃意粉時都會用到醬汁 但原來菊很多都很配 再加上它裡面是放了一絲絲的菠菜 所以咬下去的口感都會有蔬菜的質感和纖維 至於上面的芝士 焗完之後已經有一點脆菠菠的感覺 吃進口後那種濃郁的芝士香 就會滲透在嘴裡 第二款煙燻 第二個做蠔的方法就是煙燻 這個做法比較少見 而今次這個菜式就是用了蘋果木煙燻做出來的蠔 蠔本身帶有一點海水味 鹹鹹的 加上煙燻整個感覺很特別 因為你進口的時候 第一個聞到的味道就是煙燻的味道 但一進口吃下去之後 味道反而就是海水味 所以整個感覺好像是幾層的感官享受 最特別的地方是他們用上了各式各樣的沙律菜 因為沙律菜帶了一點草青味 所以你吃下去的蠔味道很濃烈之餘 你還可以嘗到一點清新的感覺 講到煙燻 另外一款自家煙燻蠔 野味得來都不失本身的鮮味 配合橄欖油 吃下去的口感就更加嫩滑了 第三款煮 對呀 就這樣煮 這個叫做牛油煮蠔 上面看到紅色的醬汁 其實就是煙燻過的燒烤醬 我個人就覺得牛油煮蠔 入口的時候 其實那個蠔肉很嫩滑 還有牛油煮過也特別香 至於他們配這個燒烤醬 也是一個挺創新的配搭 因為蠔自己本身的海水的鹹味 再配上燒烤醬帶有一點甜味 所以吃下去都很惹味 我就覺得三個煮飯裡面 味道最濃郁的就是這個牛油煮蠔 試過三種不同煮法的蠔之後 當然就要配上一杯美白酒 就可以作為一個完美的句好 可以一次過這樣蠔飲蠔食 真是夠過癮了 情報員鄧曉林 在中環報道完畢